各位佛友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修学华严经 经本267页 科文145页 那我们继续看远行地 第七 第七地远行地呢 之前讲了他有十种族 在他讲十种手 菩萨摩萨有十种手何等为实 所谓生性手 与佛所说一向人可就近受持固 不失手 由来求者随其所欲皆令充满物 先以问训手 书掌幼掌相隐隐固 基本上这个手啊 一个是承接的 承接佛陀所教的 承接佛陀给我们的 另外就是要施给别人的 所以这个手呢就是牵涉到受跟施嘛 受就叫领受佛法 施呢就叫施一切众生这样子 所以这手呢也是有这个 上求下挂的意思啊 这个手 所以前面讲完脚 现在讲手 那么 除了这里头呢 里头的这个 四根受 另外我的体会是说 要远行除了脚 要好之外 要好之外 也要有手啊 为什么 因为走路 其实表面上 主要是脚在走 没有错 可是 我们知道 菩萨道好像在爬山啊 如果你爬坡山 你知道 只有脚的不行 还要有手啊 常常要抓 抓一些东西啊 对不对 甚至你看我们 有时候走了 腿真的没有力的时候 要靠拿拐杖 有没有 这都要手啊 所以要手脚并用 方堪远行 手脚并用 方堪远行 所以你看远行帝 他提出了手跟脚 手脚并用 方堪远行 那手的呈现呢 第一个 生性手 就是谈受 于佛法要生性 所以于佛所说 一向忍可 究竟受辞 故 《华言经》的境界或许有很多事 我们很难去了解 但是呢 我们能够一向忍可 究竟受辞 佛这么讲 就一定是这个样子 一围城 可以转大法文 有无量无边的世界在这一围城里头 我们相信 我们仍可 究竟受辞 我们就是如此的来看待这个世界 那这样你就活在一个 虽然你没办法去证 但是你就活在一个不可思议的 一种信心跟法喜之中嘛 是不是 你有这种生性 你就开始有手啦 所以呢 这个手首先你要能够 你要有受辞佛法 所以佛所说的 什么法你都可以 忍可 究竟受辞 这是生性手 不失手 有什么好吃的 我发现这个 要度众生好吃的蛮有用的 你看我现在期末 这个期末 睡末联翼啊 现在已经一百多人了 十几桌了 你看啊 所以说你看 这个还是先与欲勾签啊 听今就五六个啊 吃饭啊 吃饭啊 所以我们 玩鸡也快期末了 要准备吃饭了 多着几个 比不快很多人来来堆 所以你看众生就是这样 吃吃喝喝 轻松 或者说刚开始也是需要 你看有求来者 随其所欲 确定 这很重要 很重要 你要摄受众生 他想要什么 我们尽量给他嘛 我们尽量给他嘛 然后 其实你给了他 一定有舍就有得嘛 舍得 所以这些东西 你看真的 我这样看一看 其实就是在人 这个钱 我们就说钱 你看就是在人 人以后赚来赚去嘛 流来流去嘛 对不对 就是这样嘛 所以就是要流动 所以要搞好经济 一定要 菩萨道 真的 要搞好经济 就是要菩萨道 你看佛经 他最后都叫流通分 有没有 这法宝要流通 法宝不流通 你对在那边有什么用 对不对 你放在藏经戈里有什么用 法宝要流通 金银财宝也是要流通啊 你没有流通 放在 埋在地底下有 没有用啊 所以你看 果真是大智慧啊 流通 套用现在叫做分享 对不对 我们 脸书啊 分享 赖分享 你看 但是要分享要有智慧 有一些 有一些 谣言啊 不实的 大家也会分享 前两天有什么 穿给五个群主 又自动会给你那个 多少钱 哇 大家会看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人 人的这种 贪求小利的形容 而 其实 这个人 人是常情嘛 所以我们佛法有时候 就是需要利用这一点 他有 人就是有贪小便宜 我们就利用他的贪小便宜心来 把他引来 对不对 像 我自己在做放门山 就觉得有一个手印很有意思啊 有一个手印 他就是 就是 要 召引这些孤魂来收拾 他的手印就是这样 他就是 他就是 就是这样子 然后 这样 就是 来来来 这里有好吃的 来来 好 你看 这手印很有意思啊 那个 在放门山的时候 他有一个手印就是这样 他就 来来来 这样 然后你就是要观想 他有讲 讲说你做这个手印 你要观想 哦 史邦哥 这些古魂野鬼啊 看到你的手这样 他们就来了 这样子 所以你看 这个很重要 这不失手 哦 所以哦 我们 学佛人真的 我们要 看到别人 哪怕很高兴 所以你看 他等一下下一个就讲这个 先议问训手 我对这个 我后来看 这个很有意思啊 你看 重点是在先议 别人跟你打招呼了 你再打招呼 那个是 你不好意思不打招呼 菩萨不是 菩萨不是等着你打招呼 菩萨是怎样 我先跟你打招呼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 我比较大 所以应该你先跟我打招呼 我自己也 我自己在博学院有时候 我就觉得 有一些学生 不是懂的 不是很有礼貌 所以看到师长也不会 我们在座当过师长也知道 其实我们师长有时候 蛮在意说 你看到我没有打招呼 我们是真的会蛮在意的 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他不打招呼 现在学过了 我跟你打招呼 我跟你打招呼 所以我后来就 原来我以前还不错 我看到同学不跟我打招呼 我也不会跟人计较 我也说 萨萨 你最近怎么样 为什么看到我都不打招呼 我就觉得 其实 有时候不是真的在意他 为什么没有 就是说 因为在礼貌上 礼貌上 他应该是学生看到师长 学生应该是 老师好 老师好 好 对不对 父母应该也是 小孩子要先跟父母问好 礼貌上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有时候 他没有这么做 就表示他可能需要一些关心 那你不要计较 我就想 然后我也鼓励他 像我清大一个学生 我就说 为什么你看到老师都不会打招呼 我说你不错 但是你 他做我那个助理 做那个助理 我就说清大学生都蛮优秀 当过我助理大部分都是推真 就上研究所 蛮好的 我就跟他勉励 我说 以后看老师 要主动先跟老师打招呼 不是老师跟你打招呼了 你才好像又有点 你不得不要跟我打招呼 我说 你要学做何处事 好 我就跟他勉励 好 我就跟他勉励 然后 然后 有用喔 后来他看到我 就会主动跟我讲 老师好 我就说你看 你看这样就对了吗 因为 其实 礼貌 其实现在是这个社会 已经 正在失去的很重要的职场 礼貌 其实不是现在的 两千多年前 孔子就发现这个问题 孔子就说 我不是爱那只羊啊 我是爱那个礼啊 我不舍 我舍不得 不是那只羊 而是 而是那个礼 当然 那个 就是说 礼当然会随着时代 而有所 那个 但是 礼其实就是一种 简单上 礼就是 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尊重 的行事 什么叫礼 就是 当你 失去了 就是 也相对的 失去了 人跟人之间的尊重 有没有 大家看 我们现在社会就是 已经变成整个样子了 心中只有自己 只有自己的想法 只顾着自己 要表达自己的想法 好 然后如果不跟我认同的 就 我们就是 对抗 你看现在 现在在讲 劳资 就只有利益的问题 以前 以前的古代社会 还能真的 你去看古书 那个利 那就叫小人啊 你知道吗 有没有 你去看古书 这小人位之利 君子位之义满 你看现在 大家不讲 不讲这个 人意道德值多少钱 好了 你看 这样的后果 现在叫双书 三书 大家讲三书 三书 大家都只看自己的利 而没有去看到 其实 我们是一体的 这当中有一些 要互相 要为互相 这就 当你想到互相 就会有利了 就会有尊重了 如果你没有想到互相的时候 就不会有尊重 这件事情 当你想到 我们是互相的 那 互相也就是说 只有我也不行啊 对不对 然后只有老板 没有员工行吗 只有员工 没有老板 都不行啊 好 当你知道 这一点 你就知道说 要尊重 要彼此尊重 所以说 这个理啊 很重要 就是说 倒不是那个形式 而是 当然尊重 必须透过形式 表现出来嘛 对不对 有啊 我都有尊重你啊 但是你没有表现出来 对不对 尊重必须表现出来 所以古人也讲 成于中 行于外 成于中 行于外 行于外 所以表现出来自然是一种 一种很适中的理 所以你看 这个 我看到这条我就觉得 你看 很好啊 很重要 而且它叫仙意 问训手 菩萨的手很重要啊 你看 要跟众生打招呼耶 而且是主动先打招呼 越大的 你看远行地了耶 地气地耶 它没有说 我后面再打招呼 所以你看 菩萨永远都是 怎么样 这么慈悲的看着我们 我们呢 众生都不甩头 就是这样 我们起伴侬的时候 什么菩萨 我们也不甩了 真的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菩萨永远 先议问训 你看 大菩萨 不是 所以我们先跟人 打他招呼 并不 有时候我们会计较说 为什么你不先跟我打招呼 其实有时候就是说 为什么你不先尊重我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 最近也是有点事情啊 人家就怪我 为什么我没有尊重他 我会不会想说 我也同样 但是我不去跟他争辩 我心里想 今天如果你这样 觉得我不尊重我 我也可以 同样我也觉得 你不尊重我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但是我想 我再去跟他争辩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菩萨不干这种事情 他愿意先尊重别人 先尊重别人 先放下之我 不会吃亏嘛 你看菩萨 他心意问训 心意问训 心意问训 心意跟别人打 不是先跟人家打招呼 你就不要吃亏了 你真的要论吃亏啊 佛福寨就是专干吃亏的事情 你自己去想就知道了 佛福寨就是专干吃亏 众生就是不肯吃亏的 你可以注意看 就是这样子啊 众生是绝不吃亏的 所以你看大家是真嘛 不肯吃亏的 众生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学伙 我们愿意先低下口 来 心意问训 心跟你打招呼 你看舒展又长相隐隐 哇喔 來啊来啊 欢迎啊 你看 所以我看得了 心意问训 也就是 主动跟人家打招呼 主动去欢迎人家 我们不会吃亏啊 我们也不会比较低啊 再来 供养出佛手 及奏福德无疲厌恶 我们这手啊 常常拿东西来供佛 当然也包括供养未来佛啊 对不对 有什么好东西 就请大家吃一吃 好的东西来分享 这个就是 极其福德啊 没有体验 多 多闻善巧手 吸断一切众生一故 这个手啊 多闻善巧 你多听 你多听 知道多了 那你就 方法就多了嘛 对不对 多听闻 多学习 方法就多了 不要非常 所谓的管件 那你这样就有方法 才有方法断众生的疑惑 众生的疑惑各式各样啊 那如果你这个 学识不足 你就没办法回答他的问题啊 是不是 像我现在在改那个 清大同学的 期末作业啊 同学就说 原来不知道说 出家事物还这么 广学多闻啊 所以说你广学多闻啊 不知不觉你来度众生耶 因为众生他会觉得 这个 这个没有知识的 然后 就会对他有一种信心啊 所以我们要多听闻 多学习 学无止境 学无止境 另操三界手 授予众生拔出玉泥布 这只手呢 可以令众生出离三界 帮众生拔出 这个三界的玉泥啊 然后到达彼岸 他在掉到这个 三界的烂泥巴里头 要把他这样拔出来 把他拔出来 他让一张 至彼岸手 这叫至于彼岸手 拔出来 一个 放到彼岸 至于彼岸 至于彼岸手 赤腹流中 就逆众生故 刚才是钓到泥巴 这个是钓到什么 钓到这个瀑流啊 钓到瀑流 调到瀑流 所有妙法 洗以开示物 这个就是法布施 前面的那个 布施手比较强调是 物质上 这是佛法上的 我有什么好的法 通通送给大家 毫无保留 不令正法手 善用众论手 以智慧要 灭身心病故 种种的论 这个论 就是论辩 或者是各种说法 像我 我就看 学生在 很注意你在讲什么 我还说这老师 我这个从不至今的 有时候也 最最近的这些 因为有时候跟他们谈传途 有时候 也会跟他们讲这个同婚 反同婚的问题 他们就说这老师 好像古的时候也可以讲 现在老师都一直有在 一直在 所以对学生来讲 他们好像开了眼界这样 所以就说 那你这样去跟他们 你要用种种 因为其实实事 是很重要的 这个实事 现在发生的事情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不能只讲 当然借古可以关心 是没有错的 但是你不能只知古而不知经 相对的也不能只知经而不知古 古今中外 对不对 我们刚讲古今中外 你要可以互相来观照参考 这才有办法 这个智慧药灭身心病 对不对 像前几年我们在聊天 一个师兄 他说 其实师民吃龙眼肝很有效 我想 真的吗 他说真的 然后就是 他说他同学后来去查 真的啊 中药里头就讲 龙眼肝里头有个什么 可以省老 省老意思就是说 让你就是会好睡 这样子 所以中医早就早 早就讲龙眼肝 所以不一定要吃安眠药 因为现在睡眠 真的是 现代人很大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不知道龙眼肝 他就说 他一开始也不知道 但是他本身爱吃龙眼肝 那天呢 反正就是这样 他就发现 诶 怎么今天特别好睡 他就说 是不是龙眼肝 他就在试 诶真的 后来那太太跟着说 诶 开始觉得 后来他在这去查 就发现 终于讲过 龙眼肝 里头一个 就有这个心 有这个方面 或者有朋友 不妨试试 当然整个东西都不能过量 吃太多了 有人会流鼻血 他就说 他自己是吃十个 可是他同时 只能吃两个 体质不同 所以我们这个菩萨道 什么东西 有因缘 我们就去接触一下 就去了解一下 这样才有方法 这个智慧药 命神经病 重论 什么东西 什么言论 我们都可以了解 横瓷至保守 开法光明破烦恼暗户 就要真实的智慧 真实智慧 这个才是可以真正的 有这个光明破烦恼暗 这个横瓷至保守 真实的智慧 这个十种手 有了手 也有脚了 这个可以走得远 可以走得远 这个远行地 远行地 好 再来第八地 就是菩萨道 开始达到另外一个境界 不动地 通常有时候就是说 正道无身法人 正道无身法人 就无功用道 其实这在前面 因为 菩萨菩萨这里算是复习 因为我们 如果看一下这个科文 其实前面很早就都详细的讲过了 我们稍微 复习一下 你如果看一下科文 科文第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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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七处九会 七处九会 七处九会 从这个第二会 第二会 开始它就是谈这个 慢慢开始谈实性 然后第三会 然后第三会 就开始谈什么 实柱 道立方便 你看那个小字 有没有 它有小字旁边 第二会 普光明电 它就是谈性 人性成德分 实性 然后三会 这个道立天空 旁边写什么 实柱 那你也可以看到它下面的 第十五品 这里就直接讲实柱品 实柱品 就谈实柱 然后再实行 第四会谈实行 第五会 实柱一下 所以 然后再来 第六会 看话是在天空 看话在天空 又是实地 谈实地 也有实地品 所以 你如果要论 前面早就讲过了 前面都讲过了 所以我们今天是已经到 这个 这个 第八会 离世兼品 离世兼品 第八会 离世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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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 就把实性 实柱 实行 实回向 然后等觉庙觉 在普贤菩萨来做个复习 所以我再来讲 做复习 但其实前面 有很多菩萨 你看像第二会 他是文书为会主 所以就是 那堂课的讲师 就是文书菩萨 讲实性 然后三会是法会菩萨 讲实柱 然后四会是功德灵菩萨 他讲什么 实行 然后第五会 金刚床菩萨 他讲实回向 然后金刚杖菩萨 他讲实地 然后第七会是佛自己亲自讲这个等觉庙觉这样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菩萨的境界了 这已经不是一般菩萨的境界了 所以说从实性一直到等觉庙觉 有不同的教授师讲完了之后 菩萨菩萨出来帮大家总部洗一下 所以说如果做实地的 前面就讲过了 所以在前面的远行地跟不动地 那也是非常的精彩 那也是非常的精彩 这个有兴趣的人 就回到前面 当时也有录影 那边讲的又是更深入 现在是菩萨菩萨做复习而已 做复习而已 好 那各有各的特色 那所以他就把他不动地 他归纳为他的复葬心 复葬心 这个在前面就看不到这种情形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个比较 我们看一下他前面的 如果实在是 这个不动地 不动地 我看一下 我这个 第几页啊 科文 114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114啊 你看114 科文114 同样在他们的动地 你看 这这么一大篇啊 这个 怎么会是菩萨菩萨所讲的 这个十三 三千万八就完了 所以他主要是在前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很明显他在谈这个 就是得无性伐忍的问题 有没有 在114页的中间这边 这中间这边 得净远分 有没有 然后这名无声法忍 名无声法忍净 解得人名 然后他有去分析说 他跟前面的这些菩萨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是很深广的 前面谈的时候是很深广 很深细的 现在菩萨菩萨 他就不谈那么那个 他只用三个东西 来说明他 就是他的负账心 那如果你看菩萨前面 就是说他正到无声法忍 好那 我会想到说 为什么他还用负 而且还有心 也就是说 我们常讲 我们有时候推心致负 有没有 有听过这句称吗 推心致负 不是 心跟负 然后呢 战就是这里头的器官 战斧 有没有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 我的体会就是说 腹脏心就是整个胸部跟腹部里头的这些部位跟器官 也就是就人来讲 就人来讲 这个人来讲 就是说这几个地位的种 前面手跟脚 你看手跟脚就不是在这个地方 手跟脚算是四肢嘛 有没有 四肢 四肢是远行的时候要用 远行要用 可是你要鲁鲁不动呢 你要正得无声法忍呢 那就是要有这个胸筋 你看这个胸筋 就是你的心腹 要够啊 你的心腹 你的器官 要能够看得了这些东西 承受得了这些东西 而且他也是输送养分 同样他是输送养分 所以这就是说 这个不动地的一个特征 他是用他的腹脏心 然后如果你相较于法云地第十地呢 你看他是呈现出来 他是有三个 就是他的头 还有六根 你看就不一样 你看 头 对不对 跟噓 刚才讲的这个心腹的位置也不一样 有没有 心腹 就一个是噓 我们的器官 所谓的一些 重量的器官 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胸腔跟腹腔 对不对 胸腔跟腹腔 所以我就说这个 这个 普贤菩萨在描述最后这起敌的时候 他用不同的部位 去描述这些不同的位置的菩萨 应该有他相当深的意涵 应该有他相当深的意涵 因为这跟前面的这些几个菩萨在讲那几个位置是完全用不一样的方式在讲 完全用不一样的方式在讲 所以 手脚这个是远形 是四肢 可是你要颅颅不动 你要能够颅颅不动 你要能够跟空性相应 这就是跟你的胸腔腹腔 所以我就说 这个就是一个人要胸襟 怎样一个人心量不够大 这五脏六腑应该就不会很好 因为他常常胸门起门 常常会生气 因为你心量不够大 你没有办法正得空性 你一定以菩萨来说 他的内脏不好 内脏不好 内脏不好 手脚好 但是内脏不好还是不行 手脚好 可以走得远 没有错 可是你要达到更上一层楼 还有胸 还有胸 胸过的胸襟 还有胸过的胸襟 你的五脏六腑要够强 够大 才能够正到无声法了 那善慰地当然又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弓手的角度来谈 那法云地最后就是 呈现出来整个菩萨的头 还有他的六根 还有他的威仪 所以我们去体会一下 为什么菩萨菩萨要用 这些部位 不同的部位 去呈现那个 那个慰劫的菩萨 的修行功德 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啊 好 那 开始啊 这个我们开始要推心致腹一下 先看那个腹 这个腹腔 那他的腹腔 当然跟我们一般讲的腹腔 是不太一样的 可是 很讲 离产区就离产区啊 离产区就离产区啊 不虚假就不虚假啊 他干嘛要用腹来形容呢 这就是 这就是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 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 其实他就讲就是不要产区嘛 不要虚悔嘛 不要虚假嘛 不要轻躲啊 不要轻躲啊 要轻尽心嘛 可是他为什么要用腹呢 就是腹部嘛 腹腔 肚子 肚子这个部位 对不对 为什么要用腹 这腹在人体上的一个机能 还有菩萨到在这里呈现出来的一种 修行功德是不是有一种很微妙的关系 所以 菩萨菩萨才要用腹 来去形容这个菩萨的一种修行 好 所以从这里呢 你看正德无声罚人 正德无声罚人 他第一个 简单讲 离产区 离患尾 其实都是跟职心比较有关 我们可以看 就是不能虚假 要真实啊 真实不虚 就真实不虚 所以第一个他看到 这个腹呢 是离产区腹 心轻近腹 不要有虚假 不要惨媚啊 讲的那个有点恶心的话 对不对 听的有点恶心 惨曲啊 他心轻近了 就不会去做这个惨曲 但离患尾 讲那些虚患不死的东西 因为他心轻直啊 性直直固 他不会去讲那些假的 不虚假固 无险并误 就不会有那种险诈 这种诈骗 简单 有些人讲很多诈骗 然后不会有这个欺夺 欺骗夺取 于切勿无所贪固 断烦恶复 去智慧复 没有烦恼啊 清静心复 离诸恶复 清静心是为 所以清静心是他的复 观察饮食复 念如食法复 所以吃饭 不要只有吃饭 你要去观察 吃饭 吃东西这件事情 你要去观察 这样你就能够念如食法 否则有时候被饭吃掉 被东西吃掉 你心都跑了 你的心都执着了 饮食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要吃 然后真的 你看 我们有一句话 这个 法轮位转 食轮仙 有没有 所以吃 对众生来讲 因为 我们还讲食色信也 有没有 食色信也 所以对众生来讲 饮食是一件很 很重要 很自然 根本重要的事情 你不要小看他 饮食 好 所以这 你怎么样去观察饮食 这件事情 是很重要 是很重要 因为你不能脱离 食色信也 好 再来观察无作 所以接下来他就讲 观察觉悟 观察无作 觉悟缘起故 因缘所生 所以这样 无自信嘛 所以就无作 就无生啊 所以这边就开始慢慢 跟这个无生法人相应 在这里 无作 因为觉悟缘起 觉悟一切的出离道父 善成熟身心故 一切的出离 当然都觉悟 因为你越来越成熟 这个身心 远离一切边界 够父 另一切众生得入佛父故 所以这里呢 这里呢 有一点点就是像这个 宰相度里能撑传 有没有 所以说 为什么他谈父 我们有句话 宰相度里能撑传 我们菩萨的肚子 可以这样 撑一切的众生 对不对 你看 所以肚大 你看 肚大能容嘛 肚大能容 所以你看 为什么先讲父呢 你去体会一下 你去用能容嘛 什么东西最能容 虚空最能容 所以无身法忍 这道无身法忍 菩萨就是最能够容忍嘛 你肚大能容啊 所以这个父呢 其实我刚开始准备还没想到 现在我慢慢讲 佛力加持 我想 为什么要用父 肚大能容啊 你看 佛菩萨给我加持 我才悟到 肚大能容 你要有够的肚量 你看 我们 我们讲 这个 妹妹肚量 你看 为什么用肚 所以你们要想看 为什么 肚就是父嘛 他为什么用父来形容菩萨 真有意思啊 你看 肚大能容 我们要大的肚量 宰下肚你能撑传啊 是不是 只有菩萨正到无身法忍 才能真正 人容一切齿 这样你就知道 为什么 福生乏人 你看 他 他第一个先讲肚子 肚子要够大 不要 肚子小小的 看到那么多 菜吃不下去 没有用啊 我把 我把这么多 重生那么多 可是你的肚子不够大 所以肚子要来 像虚空一样这样 所以你看 为什么用父 我现在想通了 佛理加持 不然说真的 我还想不懂 为什么 为什么要用肚子 突然不知道 肚大能容 所以 你要远离一切边界 你有分别的话 简单 你有分别 你有边界 你的肚子就不够大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 我们的社会 越来越对立 我是觉得 我们 尽量不要选边站 因为你选边站的时候 就是相对的就是会 锐入队里 当然 你可能 我也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有看法 你当然可以有看法 但是不要严重队里 你一旦严重队里就无法 就是不但不能客观 你也会容不下对方 那种想法 譬如说同会反同会 当然我也有我的想法 但是我是觉得 有时候双方把对方 变成妖魔鬼怪化 这样子 那种很严重的 对立 我觉得这样 也不是很好 当然我也是 有所谓赞成不赞成 我也有我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在 大家在这件事情的那种 态度上面 造成社会严重对立 这真的 我们不要说菩萨 我们就是说 这是社会上也是一个 所以有的时候 要能容忍 要能容忍 所以民主也 你看 一般人讲民主也 你要接受不同 意见的人 你接受他并不代表你同意 对不对 可是你要能够接纳他的想法 我接纳你的想法 我尊重你的想法 可是并不表示我 支持你的想法 也不表示我同意的想法 可是我必须要能包容 所以你看 这个民主 所以菩萨是最民主的 所以你看 远离一切边界 就说你在知见上面 你不要落入极端 边界就是一种极端的看法 真的 真的像前几天就有一个 也是佛教徒 十大的 算我的这个 后面的学弟妹 他也是 他的立场就很 比较强烈 我也不能说什么 但是我是觉得说 太过强烈 当然 尤其在宗教上面 对有一些事情 会有宗教上的一些看法 想法 但是我们太过强烈 这样的话 会也是造成严重的对立 当然我不是说我支持 还是我反对 我只是要表达 就是说 我们现在 我们说正反双方 就是说 可以有弓手 可以有弓法 可是 最重要的 大家还是要有那种 气度 度量 对不对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 所以我们后来也 这几天一直在想 因为真的 我们最近的社会 真的是一直很多 各方面的对立的问题 劳资 劳资的对立 同分反同分的对立 还有 这个 各式各样 统独这不要讲了 这已经是 不知道多久了 对不对 政党之间的 这个都很久了 那现在就是说 我就一直在想说 应该怎么样 菩萨 菩萨到南 那就是没有立场的嘛 我想应该不是说 菩萨没有立场 但是 我们再慢慢看 就是说 他不是没有想法 他不是没有看法 但是 他不要有 过度极端 你会觉得 令一切众生 得论佛负 那什么是佛的负啊 佛的度量 什么是佛的度量 那就是 真正那种 空性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度大人容 度大人容 好 再来他讲这个十种杖 这杖呢 我一开始没有体会到 后来我觉得 你应该是内杖 就是他的内杖 气官嘛 五辅六杖这些东西 那所谓不断佛种是菩萨杖 开释佛法无量 威德顾 增长法种是菩萨杖 出身智慧 广大光明顾 助持生种是菩萨杖 令德 其入不对法人顾 这前面三个 首先是谈佛法生 佛种 法种 生种 三宝 所以这三宝呢 我们中文教主讲呢 就是这三宝 佛种 法种 生种 这就是菩萨最重要的 首先三宝战 当然这个除了气官 因为他用种 这个种就是 也有这个 战的意思 他在底头 他还没有成长 所以叫做战 那首先他提到 就是三宝 所以三宝是 菩萨最重要 最根本的东西 佛法生 佛法生 好 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下 这个 后面两个好了 得佛十八不共法 是菩萨战 智慧 普入一切 处故 了知 最后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普了知 一切众生 一切诈 一切法 一切佛 是菩萨战 与一念中 息明尽固 最后这两个 一个就是 什么是 菩萨战 菩萨的战 或者菩萨的内战 第一个就是要得到 佛的十八不共法 最后第二个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要 能够了知一切众生 一切世界 还有一切法 还有一切佛 这个是菩萨战 一念之中就都可以明见 好 我们是简单的 带过了解一下 然后我想最后还是把心看一下 因为这个玩人就整个不动地做完了 他就是收归在这个 他的肚子内战 还有他的心 所以普贤菩萨用比较特别的方式 去描述不动地的菩萨修行 那如果你要看 他比较更具体的修行内涵 其实就在前面 前面刚才有跟大家讲过 其实前面的大不上 他们来当教授师的时候 他就比较深细的去谈 他的整个 修无生法的各方面的状况 那这里他用他的副葬心 第三个他用心 十种心 所谓精勤心 一切所作稀就禁固 不屑心 积极向好福德行步 大勇建心 吹破一切磨君户 那从这里看起来 你看 精勤不屑 勇建 就表示说这个心是非常勇猛的 是非常努力的 前面这三个心 那最后我再看这个后面几个 他就要说 空无相无怨无作 这个三三妹 空无相无怨无作 其呢 见三戒相不取着固 然后万智 万智相 金刚 金雇 盛藏庄严心 盛藏庄严心 一切众生 素等 磨来自前 来 乃至不能动 一毛步 所以佛前面的这个胸部 万智 万智庄严 万智 那么他代表的就是一种 金雇不动 万智 那磨来了都不能来动 来找动他 这万智的这个庄严心 你看这个 连来就是一个 卢卢不动的心 卢卢不动的心 这是他的最后一个 就是万智 万智相 金刚坚固 圣障严心 一切众生素等 磨 来 乃至不能动一毛 有无量无边的磨来 要来 要来 扰乱我们 他连我的一根行行行都动不了 你就要这样的心 菩萨的心 所以前面三个是 比较变向这个精进勇猛的 后面几个 你看到就是 很空性相应的心 跟空性相应的 很空性相应的 好 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到 也算是把那个不动地 简单的 也是稍微了解 就是菩萨的不动地 他用他的腹 脏 心 来去说明他 好 那我们就做个回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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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